你現在聽的是神芒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修缺兩句說,日本最慘無人 經濟再好都沒用 其實日本有很多年輕人去了澳洲打工 這個其實一直都有 但是現在是破紀錄的日本人 破紀錄的日本人去了澳洲做工作假期 在他們最多的城市 即是坤士蘭北部的海恩斯 他們當然之前幾天水浸得很厲害 會請很多日本人去摘芒果 去做按摩 那裡其實很多按摩都是日本人做的 還有當然是做大保健 有很多女士都去了日本做大保健 就是幫人做大保健 那為什麼會這樣? 沒辦法了,日本的人工真的太低了 跟澳洲相比的差太遠了 如果你在日本做一個普通的勞工 才算是去快餐店賣東西 即是煎一下漢堡包 或煮一下漢堡包 那些 應該一個小時都不夠一千日圓 現在在日本 一個小時賺的錢就不夠十元澳幣 澳洲的最低工資就是二十多元澳幣 其實人工已經相差一倍了 就算要加稅也相差很遠 日本他們當然還有其他問題 他們低生育率當然很嚴重 但是我也要說 日本當地的中等以上的人 他們生很多小孩 我有幾個朋友都是三個小孩起步 是起步的 三個小孩起步 他們是 這個人口緊縮的情況 不只是日本有的 這個我也要說 其實韓國和中國大陸 現在都有這個問題 還有就是歐盟 歐盟他們的生育率也是很低 那會不會吸引一些移民去 其實很多國家都要做這件事 我講過事實 為何今天又會用日本的事情來講呢 尤其是有盟友說 日本沒有人 在日本當然他們有很大的排外情緒 尤其是有人說移民有好處 其實在日本國內的媒體 他們會把這些說法說 說這些是很有敵意 要衝淡大和民族 他們會說這些 還有 在日本有一部分的人 不是全部的人 就是切頭切尾的仇愛 他們切頭切尾仇愛 他們有沒有輸入外勞 他們是有的 我也可以很肯定地告訴大家 他們是有輸入外勞 但是他們輸入外勞的位置 其他人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才會輸入外勞 譬如你要接待一些外國遊客的 不認識外文的人 是做不到的 理論上是 你要認識日文和認識外文 這些外勞就會聘請 如果去日本機場 去羽田也好 去城田也好 你一到機場看到那些小朋友 幫你掃描護照 他有機器的掃描護照 基本上全部都是外勞 其實就是 但是到最後過關的時候 那些關員就肯定是日本人 其實就是 那好吧 那 日本其實在8月的時候 公佈了一些資料 他們 外國人的數量 比2022年同期的時候 8月的數據 就增加了 同比增加11% 是佔了日本總人口的2.4% 就是有300多萬的外國人 去日本 其實那些人忽略了一件事 在日本過去10年裡面 是多了很多海外勞工 其實在日本 有些地方 可能你們去日本 很少去那些 很多尼泊爾人 很多印巴裔人的地方 但是 其實現在他們 印巴裔人在那裡 已經有一大堆聚在一起 就像香港那些 印巴裔人那樣聚在香港 即是南亞人 是有類似的情況 在過去10年 日本海外工人的數量 是增加了一倍的 如果你計算學生 那些其他家庭簽證 來的人 其實日本 那些 進去的 外國人 其實是多了50% 這個也是很厲害的 其實是 那 那 如果你看看日本的 人口預測 就是 50年後 外國人 會佔日本人口的 12%以上 那當然 他們會很不安的 日本人 因為之前 其實有很多唐人 尤其是疫情之前 疫情之前 有很多唐人 都住在日本 那 有部分的唐人 就在疫情期間 就回到國內 因為覺得 日本的歧視太嚴重了 頂不了 那 就回去了 那 日本其實 你如果看看他們那個 就是 經濟活力 好像不太好 有些事情 其實他們股市 就升得很厲害 但是 如果你在日本 會不會有大型移民 那些 其實到現在 都是沒有的 那 那 你說 在日本 會不會有什麼 現在移民 搞到社區很亂 那些事情 其實就沒有 那 Sandy Wong 就說 通常外勞做 在香港 其實很多 業務性行業 一直都是聘請 南亞人去做 你看看 做電車的那些 就知道了 就是電車路軌 有時候要做 你可以留意一下 你不相信 自己在香港住 你可以留意一下 他做電車路軌 那些 我見過的九成 都是南亞人來的 其實就是 九成都是南亞人 那還有就是 那些7-11 我記得我去到 六兒島 那些7-11 是南亞人 看著的 是南亞人 在7-11 做的 那 當然 日本人看到這些 是覺得不尋常 一定是 但是 是有這樣的情況 那 那 還有一些情況 現在看得到 就是 有美國人 就移到 日本那裡住 那 為什麼日本人 會 就是 有美國 日本 應該說清楚 為什麼美國人 會去日本那裡住 其實 美國人 他們想到 一條死數 就是 醫療便宜一些 還有 就沒有 槍械 有些人是很現實的 就是 美國那些槍械 太恐怖了 那 就 找 一個便宜一些 醫療保健的地方住 那 還有就是 不要有 碰碰 亂吵 其實 日本還多了另外一個地方去的人 就是 這個 越南 其實 有50萬人 已經去了 日本 其實 其實 日本 他們 都很麻煩的 他們 政府 當然是 為了大生意服務 因為 大生意就會出來說 勞動力短缺 要請多一些外勞 但是 你說日本人 他們 有沒有人找不到工作 事實上 其實是有人找不到工作 好了 那麼 現在看到的情況 當然是 有些事情要改變 岸田文跟他做了什麼呢 他就給外勞和他的家人 無限期留在日本 是有簽證的 現在可以證 他們的外勞 就增加了11個行業 因為服務業就不夠人 而且有些服務業 他們真的沒有辦法 他們 如果要 要人懂英文 或者要懂其他外文 他自己也不夠人 Ritter Hall 就說 日本很難搞定居 投資 投資移民 還有如果 創新行業 收入比較高的人 那些是容易的 那些是容易一點的 那些是 但是要入籍很難的 日本 是很麻煩的 一件事 還有 有一個現實 就是 這個也是日本的新聞 來的 不過大家可能沒有聽過 就是 他們 那個 官僚系統 其實很歧視 外來人口 就是 他們 一開始 就會 假定 這個是 一個 在上個星期我看到的新聞 來的 他就說 會假定 外來人口 是有問題的 去假定這件事 還有 他是有 很大的 缺陷 為什麼呢 如果 有留意日本新聞 就知道 他們對外來人口 是非常不友善的 在2021年 試過什麼事呢 就是 有一個 斯里蘭卡瑞的 姐姐 她就在蒙古 不是蒙古 在 明古屋的 驅留所 那裡 就死了 這件事 好像在節目中 我有提過 這件事 其實 他們的官僚 對外國人 真的 不是很友善 其實 那 日本他們搞什麼呢 就是 他們也是 搶人才 他們想在2033年 吸引 40萬個外國學生 疫情之前 其實這個數目 就是30萬左右 現在大概 有四成的人 在日本讀完書畢業之後 會留在日本 那麼 他們日本的目標 就是把這個數目 提升到一半 這樣 那麼 日本的勞動力 他們 現在是真正計算的 他們每年減少 平均 減少22萬人 那麼 根據 三嶺 日聯 摩根士丹利 證券 即是Mitsubishi UFJ 摩根士丹利 他們這間證券公司的估計 日本是需要引進 兩倍多的人才 兩倍多的新勞動力 不要說人才 才能跟得上 那麼 有很多行業都是這樣說的 他們請不到足夠的工人 他們請不到 那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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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大 那 日圓 全力 如果用美元 去計算日本的工資 就幾十年都沒有升 那麼 那 那 當然日本的醫療保健系統、公共安全 當然會吸引到美國人有部份去住 但其實他們的稅率又高 你說會不會無端端去日本住呢? 除非你真的很喜歡日本 有些人很喜歡日本,去日本住又賣日本樓 做日本民宿等等,又可能會去做這些事情 輝日人類命共同體說,留學日本,學到日語作為不大 所以吸引力相對較低 我的看法就和你有點不同 有些人真的喜歡日本,就留在那裏 我也認識一些人喜歡日本,就留在那裏 Patsy Wong說,公司低,怎樣聘請人? 其實他們的洗費又低了一些 收權量就說 萬二更少於我,在日本怎樣生活? 其實在日本有些工是賺得多些錢的 譬如你去駕長途貨車那些 那些工是賺得多些錢的 其實就是 如果你喜歡日本的話 我覺得是沒所謂的 而且你有錢過去,住在那裏也沒所謂的 而且如果你有錢,你的錢慢慢撕掉 日本其實也是OK的 但問題是你沒有辦法進入他的席 所以永遠都是 某程度上是被人歧視的 你在那裏居住就會 在2020年的時候 他們的NHK,即是日本的公共廣播公司 他們有做過民意調查 那時候有七成人在日本同意 要引進外籍工人 但是 他們同意 但是他們再問深一層 就是想不想自己住的地方 多些外勞 這個比例就馬上降到57% 其實是 哈哈哈哈 就是 日本其實是很有趣的 這個地方就是 不是國際上的二類 其實很容易吸收移民的國家 才是二類 這個 我也要講過事實 就是國際上 就是 容許很多移民來 或者請外勞 都沒有問題 那些國家 是很少數的 哈哈哈哈 不過現在日本就是這樣 在東京 新宿 超過一成的人 都在日本以外的地方出生 其實就是 還有 那些人 去那個新大九寶 新大九寶就是 韓國城來的 現在 新大九寶就不僅只有韓國人 新大九寶現在多了很多 南亞野 清真食品 還有 東南亞越南野 都去了新大九寶那裏 那裏 究竟日本 是不是一個 令人嚮往的地方 有些人是覺得是家鄉的 我也講過事實 有些人是覺得是家鄉的 有些人是會去那裏住的 是不是 哈哈哈哈 那 那 那 我的看法 就是 喜歡去哪裏 你是有自由去哪裏 如果你說日本 是不是有前途 但是 你自己要想清楚 有些人 現在叫人買日本樓 如果你是去那裏住 你是有辦法 永居的 這是可行的 但是 你也要知道 當地人是怎樣生活 就是理解當地人的生活 不要當是 去玩很開心 長住也一樣很開心 不是這樣的 好了 算了 我講到這裏 休息一會 回來就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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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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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